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有一位外国总统 他问了一位活了104岁的老妈妈 他问老妈妈 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 这个老妈妈回答说 一是要幽默 二是要学会感谢 从25岁结婚起 他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 就是谢谢 他感谢自己的丈夫 感谢父母亲 感谢儿女 感谢邻居 他感谢大自然给予他的种种关怀和体贴 他感谢每一个祥和温暖和快乐的日子 别人每对他说一句话 他为他做一件平凡的小事 一张温厚的笑脸 他都忘不了说一声谢谢 八十年过去 这位老妈妈就是在谢谢两个字快乐成长 在谢谢两个字当中生命长久 有一位老师患癌症死了 他在临死之前 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是谢谢 他谢谢日夜照顾他的亲人 他谢谢尽心为他治疗的大夫和护士 他谢谢前来看望他的亲人和学生 有的人在临死之前 带走的是我恨啊 我恨这个世界 我恨所有的对我不好的人 他们为什么欺负我 为什么折磨我 带着恨死去的人 他不会有一个幸福感 有一位山区的农民 为了感谢收留他失走的失散的孩子 并把他送上回家汽车的好心人 他竟在一座小县城里 挨家挨户的找了几千家 只是为了当面向那位好心人 说一声谢谢 一个虾女盲女看不见的女孩子 在妈妈生日的时候 送给了她一份礼物 那是一点一滴扎在生日贺卡上的盲文 妈妈看不懂 请别人给她解释 没想到那段盲文竟让她泪流满面 那段盲文说 妈妈谢谢你把我养大 虽然你没给我眼睛 但谢谢你给了我生命 虽然我看不见你 但我能感受到你善良的心 我永远爱你 你的女儿 学博人的心态 谢谢就是感恩 感恩是一种境界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 才不会生气啊 一个不肯感恩别人的人 他永远是觉得别人不好 他心里会产生恨 只有感受到别人的温暖 你一生才会过得幸福啊 想一想很多小夫妻吵架 就是忘记了对方曾经给你的爱 只看见眼前他做错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懂得多想别人的优点 去除别人身上的缺点 要变得更慈悲更善良 我们懂得了感恩 我们才看到了慈悲 我们天天活在恨的当中 我们不会常有感恩心啊 很多爸爸妈妈从小把我们养大 最后来到了澳洲 还要帮我们领孩子 最后孩子还嫌爸爸妈妈很讨厌 很麻烦 就是忘记了爸爸妈妈 怎么小时候把我们养大的 想一想要学会感恩 这就是佛法的精髓之意啊 一颗菩提心 照亮千万星 人人种下一颗菩提心 世界可平有安定 小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